大家好,我是郝雷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叫做指尖上的案例 现在的社会当中,我是有这么一些感触 比如说20年前,家里有一台电脑 是不是可以当成一个家用电器一样了 甚至我听说有一些地方,如果家里没有电脑的话 都不把姑娘嫁过去,当时可能是一个嫁妆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你会发现 电脑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越来越少了 并不是说不再上网了,而是你会发现 上网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小了 现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再使用手机来进行上网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方便、灵活、简单、自用 互联网的发展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轻便 让我们用起来也感觉是省时省力了 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玩什么呢 微信,都在玩微博,也都在玩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 在这些空间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展示 他们展示的这些东西,我们总结起来叫做自媒体 想象一下,你每天为什么要去发一条朋友圈 你的朋友圈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为什么很多人每天都生活在朋友圈里 说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想找一个炫晒秀的平台 然后去展示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话,通过自媒体的平台,我们能把我们的生活去影响别人 而并不是把安利产品像发微商一样 然后在你的朋友圈里不停的做广告 我们做安利并不是只是单纯的卖产品 而更多的是用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 跟我们一起来从事这个事业 所以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说我们要去做这种网络营销 打造个人的网络品牌 我们今天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聊一聊网络营销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差异 有差异是什么 有差异就是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区别 有差异才能打造品牌 而品牌其实是在老百姓当中 尤其是在中国老百姓的脑海当中是非常重要一点 为什么要不断的打广告 就是在不断的树立它这个产品的品牌 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地位 他就会想到那一款产品 是不是对这一款产品就会有很深的印象 就会有很大的购买力 对吧 所以说有差异才能打造品牌 就是说手机市场当中 有大品牌,有小品牌,有国产品牌,有国外的品牌 但是这些品牌之间 是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在做自己的特色 这些特色就是每一个品牌的差异 而我们今天做案例 跟别人的差异又是什么呢 你出现在别人面前 和另外一个案例人出现在别人面前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每一个人都有个性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你的特色是什么 你的差异又在哪 你如何展现出来 我们通过自媒体 通过网络的平台 我们来展示这个差异 第一个就要定位 你的定位要准确 那你的定位呢 你想你是面向什么样的人群呢 首先你是面向 你可千万不要说 我要面向所有人 其实你要相信一点 就是有人喜欢你 有人不喜欢你 你要定位好 你去吸引什么样的人 你的受众人群又是什么样 是年龄层次 还是男女 还是老幼 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 首先要想好的 定位以后 然后就要通过这种自媒体的平台 向别人展示 你是谁 你是干什么的 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你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你能让他们觉得 认识你以后 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 就是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都是做案例的 假如说今天我们都是案例的经销商 那为什么今天有一个顾客 找我买 不找你买 或者找你买 不找我买 那最简单一点 他喜欢你 他不喜欢我 对吧 他认可你 他不认可我 他对于你更接受 他不接受我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他所喜欢你的东西 和你有的这些东西 那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 所以有差异 就是我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做出你的特色 我在这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咱们看看下面这张图 有差异 这是什么 来自星星的馒头 有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以后 我去过很多地方 跟大家去分享这一张图片的时候 有很多人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在厂下吧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会哈哈哈哈的笑了 有一些年长的人 可能稍微的严肃的表情一些 这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 我问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视剧 有些人竟然问我 馒头也能拍成电视剧吗 所以很多时候 有很多人看到这样话题以后 你会发现 这家馒头店的定位 就已经在我们刚开始的 那个会场当中就出现了 对吧 所以说看过这个电视剧的人 看到这句话都觉得 有意思哈 卖馒头来自星星的馒头 我们知道有一部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 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是杜教授 如果这家卖馒头店的老板 他更会做营销的话 他打出这么一个牌子以后 然后他每天穿上西装 打着领带 梳一个那个盖头 然后站在里面卖馒头 你想想会不会吸引很多人 各位年轻人 你要看过这部电视剧以后 你到菜市场去买馒头 看到这么一家店 反正在谁家买都是买 为什么不进去看一看 所以你看 他的定位很精准 但是有很多人没看过这电视剧 甚至很多人他觉得 为什么不是来自月亮的馒头 或者来自太阳的馒头呢 对吧 他就弄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你会发现定位很重要 你要吸引的人群很重要 你的方向很重要 后面的例子都是以我 我的微信的朋友圈 来做这样的自媒体 有很多人喜欢玩QQ 有很多人喜欢用微博 有很多人可能甚至还有博客 不管在什么样的平台上 我们动同样的一个理念 去做这样一件自媒体的事情 你会发现 效果就会 即时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们面向的人群 是差不多的 我们做的方式也差不多 微信朋友圈当中 我的定位就是这三点 美食 运动 正能量 所以很多人打开我的朋友圈当中 一打开我的朋友圈 一看到这些美食的时候 很多人不认识我 第一件事就问我 你是厨子吗 你感觉 他看到你做的美食 他很认可你这个人 我给大家举 举这个例子 是我的定位 你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跳舞 有些人喜欢唱歌 然后有些人喜欢做家务 那甚至有些人就喜欢带孩子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定位 分成不同的定位 这会跟大家说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第一点 让别人认识你 让别人记住你 那么想象一下 别人记住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长相 你的面貌 还有你的穿着打扮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给别人看的是什么 看到你的形象 所以我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自媒体平台上 我建议设置成自己的头像 为什么不设置成自己的头像呢 你想想 今天有一个陌生人加你好友 拿到手机一看 你第一件事 看得是不是他的头像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你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除了头像以外 就是名字 名字写什么呢 我不建议我们安利的朋友们 安利的经销商们 大家写上什么 安利中国高级营养师 安利中国美容师 然后安利中国高级营销主任 这些词我觉得放在十几年前 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话 会有很多人愿意咨询你 可能咨询一下营养 咨询一下美容 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人太多了 如果你把你的逆程改成 什么什么什么营养师 什么什么美容师的话 你再去认识一些人 甚至加一些陌生人为好友的时候 是不是会遇到障碍呢 想象一下 我们总是反过来想就好了 你想今天有一个人加你 他写着什么什么医院 或者什么什么美容师 甚至有些人写上什么 刮痧 拔罐 针灸 你看到这样的人加你的话 你会通过吗 你会把它加成好友吗 是不是不容易 所以说我们要写一些什么样名字呢 这个名字 你就觉得正能量就OK了 你觉得舒服就好了 大众化一些 再说一下头像 刚才对头像那块说的少了一些 就选一个自己觉得漂亮的头像 给别人第一印象 你都很喜欢 别人是不是也可能会喜欢呢 信息建议大家 就显示一些正能量的 比较生活化的就好 我们更多的一个身份叫做社会人 我们要跟更多的人一样 跟普通人一样 跟别人一样 让我们感觉能更舒服一点 然后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叫做安利人 我们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事业 而这个事业 能让我的梦想实现 能让我生活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 我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先看看美食 关于美食 只要你加了我的好友 在我的朋友圈当中 能看到的美食 90%以上的美食 全是我自己用双手亲手做出来的 而且所有的美食 全都是我用咱们安利的皇后锅具做出来的 就很多人说 你像个厨子一样 其实说实话 我给自己也定为成厨子 但是我这个厨子是一个卖锅的厨子 厨子卖菜 我卖锅 所以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给别人看到不一样的生活 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 我们经常跟顾客去聊天 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我们要吃的健康 我们要会保养 OK 吃的健康怎么说呢 就从我们的三餐开始说 我做出来这些美食 我发的朋友圈 几乎全都是在早上 我每天早上起床以后 我会直接奔厨房 所以每天早上 我们的早餐很丰盛 各种各样的水果 各种各样的菜 让我们吃起来感觉很舒服 而且做出来各种各样的美食以后 我发到朋友圈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有差异 这些在哪呢 大部分人早上八点多钟 九点多钟 你们是在哪里 是不是在上班的路上 对吗 你们在上班的路上 你在挤着公交车 在坐着地铁 然后你在路上堵着 堵在北京的三环上 你在堵车 那我在哪呢 我在我们家的厨房 已经做好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然后我坐在餐桌前 喝着蛋白粉 吃着营养素 再把这些早餐 慢慢的吃到肚子里 大家想想 这就是有差异 所以说 你会发现 很多人其实也想过 跟你一样的生活 但是他们不得已 每天早上都得奔波在堵车的路上 甚至每天早上 那顿早餐 吃了或者没吃 或者吃的多好 根本都不一样 我们过这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什么 因为选择安利 我们的时间自由 时间自由并不是让我们多睡懒觉 而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我想什么时候工作 我想什么时候休息 我想什么时候娱乐 这些东西全是由我自己来安排的 这个才是我们安利企业文化当中的自由 我觉得更多的自由 让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舒服一些 而且很多美食我做出来以后 很多人他特别特别喜欢 你怎么能知道他喜欢你做美食呢 有一次我做完早饭 我忘了发朋友圈了 因为我觉得不好看 拍出来照片也不漂亮 我就没发朋友圈 那天早上就有人给我发一条私信 直接就问我 亲咱们家今早吃什么 我说你又看不到 你干嘛要问我 他说不是看不到 就是每天早上我不看你家早上吃那个饭 我就觉得我早上饿得慌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不断地关注你 有一次早饭我做完以后 我也是觉得不好看 然后我就没有发 但我想起前一天在伙伴家里头 我们做了一场家庭聚会 做了很多菜 拍了很多照片 我就把那个照片搬出来 我放到朋友圈里 我说今早上做了这些菜 突然有一条可怕的评论就出现了 那条评论就是 这不是你家厨房 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很多人他一直在关注你 甚至你用什么盘子吃饭 用什么碗吃饭 他都会看得出来 他能看到是不是你家厨房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会发现 你会在吸引人 那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每天早上做很多的美食 你想每天早上做这些美食的时候 我在拍照片的时候 会不会一不小心 就把我们的蛋白粉拍进去了 然后我一拍照片的时候 是不是在用我们的黄后锅做饭 是不是黄后锅也会拍进去了 这样的话 也会有很多人会发现 会看到我们的营养素 会看到我们的黄后锅具 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能吸引很多人 对我们的产品产生兴趣呢 下面我再跟大家说说运动 关于运动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运动的人 我喜欢做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曾经我的体重 一度达到了将近170多斤 但是当时我也觉得很不错了 但是后来安利公司 推出了体重管理的 这方面的产品以后 我通过这些产品 然后再通过自己 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解 然后我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成功瘦身28斤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迷上了健身 我就开始去做了很多的运动 其实做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 并不是说不做安利了 不经营安利了 而是说我在这些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能认识更多的人 他们都会带来很多的新的朋友 他们的朋友介绍给我 然后就直接介绍我说 他叫好雷 他是做安利的 你们有什么需要 买安利产品就找他 你想想这样的话 你看朋友帮你去介绍 帮你做广告 你觉得好不好 你可以拓宽 不断的拓宽自己的人脉 我觉得更多的是 把你的生活 把你的兴趣 融入到你的安利事业当中 所以我经常跟伙伴 跟朋友也分享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的生活 没有安利 安利生活化 而并不是生活安利化 出去玩的时候 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 我一把营养素拿出来 你知道我的朋友他们开始都说什么吗 说你看 他又在吃药 过了几次以后 他们就凑过来问我 这是什么呀 我是不是应该也吃一点 你看 他们会慢慢对你感产生兴趣 而你是在不断的影响别人的 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情 在影响更多的人 世界上就两种人 一种被影响的人 一种影响别人的人 所以你想想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OK 我们再看这个第三个 就是传递正能量 我经常在朋友圈当中 找一些比较励志的 然后简单的发一发 像这种心灵鸡汤的东西 说实话 现在我发的也不多了 因为现在心灵鸡汤 这个东西 有点不太 不太适应现在这个环境 因为有些时候 你打开谁的朋友圈里 看到有一段心灵鸡汤 你就觉得 有时候读都行 但是读多了以后 这心灵鸡汤就变成心灵硫酸了 但是我觉得正能量 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在这个正能量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我跟安利公司 参加过很多的志愿者活动 我把我们做志愿者的 这些活动的照片 放到朋友圈里以后 竟然有人把孩子送过来 愿意让我们带着他的孩子 一起去做志愿者的活动 大家想象一下 你想去跟他去沟通安利 都很不容易 但是他把孩子能交给你 然后让你带着孩子 一起去做这样的志愿者活动 你想想 这个其实是不是在不断地 拓展我们的人脉呢 这个是传递正能量 OK 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有价值 有价值才能吸引粉丝 你比如说我发美食 有很多人就会问我 这个菜怎么做的 那个菜怎么做的 有很多人就愿意跟我一起 愿意跟我一起运动 我能跟你一起去打球吗 你可以给我定制一套 私人的方案 然后来帮助我 让我也瘦身下来吗 你想想 这些东西是给别人提到 有价值的地方 但如果你只是 自己在玩一些东西 而对别人来说 只是把你当成一个 一则娱乐新闻 被消遣了 我觉得那就没有意义了 有价值才能吸引粉丝 有价值才能有人关注你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 第一个价值是什么 就是你眼中的案例是什么 也就是案例在你的眼中 是什么样子的 案例是什么 我们有高大上的培训 有特别专业的培训 而且我们有特别特别棒的 光荣梦想的舞台 还有像我们在北上广深 这样的一线城市 我们这样的特别特别牛的 这种体验馆体验店 这些东西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价值 有很多时候 进入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 你会发现 什么样的公司 有什么样的一个实力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价值的东西在我们心中是你对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认可 我再给大家看一些有价值的地方 在美国的这个场馆是NBA的一个球队的场馆 这个球队叫做奥兰多魔术队 NBA其中的一个球队 奥兰多魔术队的主场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大牌子写的是什么 MV Center 每一个篮球队的主场的地板上 不能打任何的广告 那个地板上只能打上这个球队的这个场馆的名称 我很多时候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看篮球的时候 我就直接看到魔术队主场这个篮球比赛的时候 我就指着地板 我说你看安利 然后朋友就会很很诧异的说 哇你们安利公司真有钱 广告都坐到地板上去了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 这个不是这个打广告 我说这支球队就是我们创办人家族的球队 你们经常净说安利好 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在哪出现 这些东西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如何去给别人展示 我觉得是通过我们的嘴 通过我们的生活 通过我们自己对于安利公司的认识 对于这个公司的理解 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 这时候我们去给别人展示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产品通过生活的方式推广出去 让别人看到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说某一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你周围的人看的更多的是你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周围的人他看你的朋友圈里发的全是明星在用哪款产品 哪个明星又在给你的产品做一些什么样的代言或者广告 我觉得可以这么去做 但是看到的只是明星效应 而并不是看到你的变化 如果他看到你原来很胖 现在瘦下来了 他会想你是怎么瘦的 对吧 他原来看到你的脸上的斑比较多 你的皱纹比较重 然后通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他会想你是怎么变化的 对吧 他看到你以前可能穿着打扮并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后来发现你不断的变得很洋气 而且你整个的气质 你的谈吐 你的举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周围的朋友会在想你在做了一些什么 经历了一些什么 我觉得你的变化才是生活当中给别人带来更多影响的一点 能举几个小点吧 能让大家更多的明白 不明觉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觉得很厉害 采用傲视体304不锈钢 40道制程 193道工序 经过断压成型的工艺 8次CNC竖控机床 打磨而成 大家听到这些词以后 有没有一种感觉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词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叫做匠人 有没有那种工匠精神 就感觉很严谨 很细致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就感觉有一种艺术品的感觉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词以后 你觉得挺不错 它就是一款手机 它就是一款手机 但是它做的这种营销的方式 你想想 它所介绍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让你感觉很细致 很精致 如果我们在销售我们安利锅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 304 18比8不锈钢 对吧 食品级的材质 然后每一个锅盖和锅身的结合程度 可以形成叫做蒸汽锁 蒸汽锁是什么 维他命锁 锁住食物的营养 不流失 对吧 我们的锅身设计 是采用飞机的流线型的 那个握柄的设计 然后我们的锅身 是用这种镜面处理 可以达到更好的保温效果 对不对 所以说你当你把这些词 抛出来的时候 让人觉得 是不是你的锅的效果感觉更好 所以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在朋友圈里总发 买锅吧 买锅就送你个电磁炉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些不明觉历的点 你把这些发掘出来 然后去做我们这些自媒体的营销的时候 让别人感觉是不一样 然后再看后面这个 你看超越30年的研发历史 全球超过600万家庭验证 在欧洲澳洲拥有超越60%的摄像占像率 全球销量第一位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的净水器 这些其实很好的一个数据的说明 来说明我们的净水器更好 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产品了解公司的文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去说出来感觉是不一样 我跟朋友经常分享雅兹 我说雅兹其实就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了解到像我们的雅兹产品 它也是我们的纽翠莱的创办人卡尔洪邦先生所发明的 他当时这个雅兹产品都是从纽翠莱的生产线上出来的 所以他当时在做雅兹的时候 他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 然后把这些精华素抹到他太太的脸上 让他的太太皮肤更好 永保青春 你想想这是一个爱的感觉 所以我经常跟顾客说 我说当你每次在往脸上抹这个化妆品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抹着满脸的爱的感觉 虽然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个笑话 但是你会感觉这绝对是一个文化的传递 而并不是说你来买一些产品 我会有一些赠品 我会有一些打折 这样的话其实是不长久的 而顾客是最不稳定的 而更稳定的是什么 是文化 是更多的文化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经营这个事业 除了我们能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外 但是更多的是这个公司的文化吸引了我 有很多时候我跟别人去说聊天的时候 就是聊天的时候就说 你什么时候能让你热泪盈眶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感觉 什么时候让你热泪盈眶的感觉 我说了有两个时刻 第一个时刻就是看到奥运健儿 站在第一名的领奖台上 然后奏国歌声国旗的时候 我会感觉热血沸腾 热泪盈眶 还有一个时刻就是我跟别人去聊 聊到安利公司 聊到公司的企业文化的时候 这些地方让我感觉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所以当你真正的感觉到 有这种热泪盈眶的东西的时候 去分享给别人 我觉得才能更影响别人 所以我们在去发这种自媒体的时候 你要做到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叫做不明觉厉 用一点新鲜的词 然后找一些更专业的一些词 去吸引别人的眼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